在璀璨的娱乐星光下 有一艘名为郭富城的巨轮 一路风雨兼程 乘风破浪 傲然驶向成功的彼岸 而这艘巨轮上的一顶坚韧的船帆 则是小美 她默默地为巨轮提供着无声的支持 成为郭富城成功航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郭富城这位娱乐圈的巨星 其奋斗历程宛如一场波澜壮阔的远航 出自两美威之首的名曲 我们可以将它比喻为一艘船 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 这艘船在娱乐的大海中扬帆起航 一路颠簸 一路荆棘 却始终坚韧前行 没有小美 这顶坚实的船帆 郭富城或许难以如今的天王级别 它就像是巨轮上的船帆 风雨无阻 为船之稳稳地推进着 关于小美曾有撰文称 她才是郭富城这些年真正的大坊 这个说法或许有些戏谑 但也不无道理 小美这位默默无闻的女子 却在郭富城的事业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她的存在 不仅是郭富城成功背后的一抹风景 更是她事业行程中的得力助手 不可否认 娱乐圈的每一段婚姻都承载着无数的转言和猜测 郭富城取方圆的原因之一 据说是因为她年轻貌美 乖巧懂事 可以作为声誉工具 这样的说法让人不禁思考 婚姻在娱乐圈中是否真的能摆脱这种功利的束缚 而在这场风雨中 小美的角色又是如何被定位的呢 在探寻郭富城的婚姻中的一些细节时 我们也难免看到她身为铁公鸡的一面 方圆在财务上却被经纪人梁美威的权力笼罩 她不得不每月向小美领取生活费 像是一位被赋予皇室荣耀却无法自由支配的王后 这种经济和权力的限制 让方圆在生活中显得有些无奈 更让人咋舌的是 小美不仅仅掌控着郭富城的财政大权 更以一种令人费解的方式 介入到方圆和两个女儿的生活中 这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对小美比方圆还亲近 这让人不禁疑惑 难道在这个家庭中 方圆真的只是一个配角 而小美才是主角 在娱乐圈这个浮华的舞台上 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默默付出的背影 而小美正是这背影中的佼佼者 她的原名是梁美威 是郭富城的经纪人 同时也是一位才女 她以为歌手罗文写的歌曲 吉许风雨等成就展现了其才华 以及她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她的存在 不仅是郭富城事业中的得力助手 更是一个独立有思想的个体 舞台的光芒背后 娱乐圈的故事往往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小美的父亲逝世 郭富城亲自参与葬礼并为老人福令 这一幕凸显了小美与郭富城家庭的紧密关系 这样的画面让人不禁思考 娱乐圈中的爱情 婚姻 究竟是真实的情感交流 还是一场需要维系形象的表演 在娱乐圈这个浑浊的江湖中 真实和虚假的界线常常模糊不清 郭富城和小美的故事 虽然在表面上看似美好 但是否也隐藏着更多无法言说的曲折和变数呢 是爱情的力量让这艘巨轮在风雨中坚韧前行 还是背后的利益交换才是真正的驱动力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航程 而娱乐圈更是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 郭富城和小美 就如同航行中的巨轮和坚实的船帆 一同前行 一同面对风雨 在这片大海中 每一次波浪的涌动都可能隐藏着未知的危险 这让人不禁思考 当成功的光芒照亮一切的同时 背后是否也有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真相 郭富城和小美的故事只是娱乐圈中的一个缩影 而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 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着 梦想的背后 是否也需要付出一些不可言说的代价 是真实让人心动 还是幕后的全眸更能撩拨人心 这个问题只有每一个在娱乐圈中拼搏的人 都能用自己的经历来回答 在这片浮躁的大海上 唯有坚定的信念和真实的自己 才能够真正走向成功的彼岸 无论是巨轮还是船翻 只有携手同行 共同面对风雨 才能够在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 留下属于自己的传奇 在这个争议不断言论纷飞的娱乐圈 郭富城和小美的故事 或许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正是这些看似光鲜亮丽的背后 隐藏着许多曲折和未知 娱乐圈的道路坎坷而又诱然 每一个成功的背后 都值得我们去探寻更多的故事 去思考更多的问题 郭富城和小美的故事 或许只是娱乐圈中的一段插曲 而真正的精彩 可能还需要在未来的舞台上慢慢展开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演出 每个演员都在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而观众则在这场视觉盛宴中 既能欣赏到灿烂的表演 也能看到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心路立场 娱乐圈如同一场盛大的舞台剧 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舞台上 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郭富城和小美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 而这一段故事 或许需要我们更加敏锐的眼光去捕捉 更加深刻地思考去解读 娱乐圈的表面风光之下 或许还有更多扑朔迷离的真相 等待着我们去揭开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郭富城小22岁娇妻方元谈家事 自曝18岁经济独立 霸气回应深 方元的娱乐界初登场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毫不掩饰地分享了 与郭富城的种种趣事 展现出了他在娱乐圈中 独特的魅力与风采 娱乐圈新星 方元方元 这个名字近年来在娱乐圈频频闪耀 他与天王郭富城牵手步入婚姻殿堂 因其出众的外貌和独特的个性备受瞩目 1月21日晚 方元首次登上综艺舞台 他以开朗的笑容和真诚的态度 向观众展示了他与郭富城之间的甜蜜和幽默 让人眼前一亮 22岁的爱情方元与郭富城的婚姻一直备受瞩目 尤其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 然而 在他的口中 这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 在综艺节目中 他坦言自己18岁就开始经济独立 而郭富城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一番事业 这种共同的奋斗精神让他们彼此理解与尊重 年龄似乎成了一种微不足道的存在 他们用彼此的陪伴和理解构筑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家庭 展现了一对夫妻间最真挚的情感和信任 方元在婚后的生活中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态度 他并不追求炫耀或奢华 而是注重家庭的温馨与和谐 与郭富城相伴 他感受到了一种深厚的情感纽带 这种纽带不受时间或外界因素的影响 始终牢牢地将它们紧密相连 豁达与自信的风采方元 在综艺节目中展现了他独特的气质和风采 当被问及身材娇小是否适合当模特时 他毫不退缩地回应道 虽然我的身材娇小 但我的气场两米八 而且我不是靠身高吃饭的 我是靠颜值 这种自信与豁达 让人不禁为之喝彩 在他的眼中 外在的条件并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 自信和独特的个性同样重要 这种积极的态度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更是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学习的楷模 方元的自信源自于他对自我的认知和对生活的热爱 他并不为外界的评价所左右 而是专注于做好自己 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让他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吸引着众多粉丝的关注和喜爱 他的生活充满了朝气与活力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家庭中 他都展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和风采 方元的综艺首秀不仅展现了他与郭富城之间的甜蜜与幽默 更是呈现了他作为娱乐界新兴的独特魅力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年龄和外貌并不是确定幸福的唯一因素 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彼此的理解与尊重 以及对自我的肯定与自信 在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娱乐圈中 方元用他的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